大家好,我是阿和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阿和谈时间管理的第18节课 那么在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计划表的艺术 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关于计划和目标的这些问题 我们从小到大肯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 然后为了去完成这些目标呢 我肯定要制定计划 也就是说我要去做很多事情 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那么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制定过那么多的目标 列过那么多的计划 最终完成了多少呢? 我相信肯定在我们不算特别漫长的人生历程中 那些没法达到目标 没有按计划去完成任务的经历是很多很多的 那么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和目标经常性的没有办法去完成呢? 到底是客观的原因导致 还是说我们主观的因素有问题 或者说你制定计划的这个方式就有问题呢? 事实上可能大家都会对前两者更加敏感一些 要么说我没法完成计划是因为客观因素 比如我工作太忙了 或者说其他其他什么原因啊 或者说主观因素我自控力太差了等等 很少人会去思考说 会不会你制定计划 你制定出来的计划本身就有问题呢? 这个是比较少人考虑的 所以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个东西往往也是我们没法去定期如愿地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制定计划都是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我在这里列了三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为考虑现实的复杂多变和不可控性 就是我们设定计划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潜意识 按照最理想的状态去设定 就是各方面如果都如愿能够具备这个条件的话 我就能够完成这个计划 但是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计划很完美 事实上完美的计划是不存在的 现实总是不可控的 好的计划并不是说 你看上去特别完美 他反而是说不追求完美 而是追求灵活多变 就是我制定的计划本身就会考虑到各种因素 然后甚至考虑到如果有意外的因素发生的时候 我又该怎么办 他除了有A方案之外 还会有B方案 甚至还有C方案 他不会把最理想的状态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 但是他特别重视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我又应该如何去应对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大部分人制定的计划呢 列的会特别细致 但是如果你的计划列的太细的话呢 你的整个代办事项清单就会特别特别长 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说主次不分 然后呢 多到眼花缭乱 不知道如何开始等等等等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表呢 它没法提高你的效率 反而是降低了你的效率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南辕北辙了 那么第三个是计划包含内容过多 这个和上面有点类似 但又不太一样 你列太多的计划 会让你原本可能比较舒适的生活 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的重担 那么你在完成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呢 一旦有部分没有完成 它就会让你觉得 哎呀 我的这个整个计划我就没有完成 然后你就会很沮丧 这种负面情绪会导致其他本来你可以完成的 你也不去完成了 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完成了 大家去回回顾一下 自己在过去列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犯过这三个错误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犯过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告诉我们 其实列计划它也不是 像我们想当然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简单 它也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也说了一句话叫 制定计划 其实它也是一门艺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问题 那怎样的计划表 既然你说上面的三个是不好的 那怎样的计划表 才算是好的计划表呢 阿和给大家列了五个要素 我认为一个特别好的计划表 它或多或少都必须符合这五个标准 这五个标准 我一次性先列出给大家看一下 在逐个详细的讲解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分别是可监控效果 因量力而行 要循序渐进 需主次分明 以主被结合 那么符合这五个标准的计划表 一般来说 问题就不会太大 那么我们逐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可监控效果 我们来对比两个目标计划吧 第一个计划就是 未来的一年 或者说未来的一个月 我要读好多好多书 然后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计划 对吧 但是 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考虑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多好多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没有标准 对吧 五本书算吗 十本书算吗 二十本书算吗 到底多少本书 才算好多好多书呢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 可监控效果的一个计划 它没法衡量 相反右边的这个 我在未来的一个月 我要读十本书 那它就是一个特别可监控效果的一个计划了 那么可监控效果呢 简单来说要做到三点 一 任务指标化 什么叫指标呢 尽量是数字的一个指标 好多书不算指标 十本书算指标 进度指标化 一般来说 结果指标化之后 进度相应的也比较好指标化了 比如说 如果我列的是 读好多书的这个计划 那我读了三本书 我完成度算是多少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读十本书的计划 我读完三本书 我的完成进度百分之三十 对吧 那效果指标化 那这个东西相对会比较难 什么叫读完一本书 读书的效果怎么衡量 那这种指标化 大家每一个不同的任务 可能都要根据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去制定 比如说读书的这种效果指标化 或许你可以有一些是数字的 有一些不是数字的 比如说数字的来说 读完一本书 我要写一篇两千到三千字的读后感 这个就变成指标化了 对吧 我要画每个章节 我要画最少一张思维导图 看完书 我只看思维导图 要能回忆起整本书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内容 等等 这个叫效果指标化 那么这个是第一大点 好的计划 最好是可监控效果的 那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免得你制定计划之后 连完成没完成你都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让你在完成的过程中 始终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进度和效果 而知道了这个东西会激励你更加有信心 更加有动力的去完成这个计划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道点 叫因量力而行 所谓因量力而行呢 是指说我们制定的这个计划的难度 任务量应该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第一呢就是说他基本上 我 我是能够完成的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特别遥不可及的一个计划 那么第二呢就是他又不能说完全停留在我的舒适区 让我完成来完成起来毫无难度 他应该是适当超出我自己水平的 需要说在原有舒适区的基础上要更加努力一些才能够去达到的 那这样子才能够逼着我去想更好的方法 逼着我去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才能够去完成这个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才能得到进步 就像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160斤的大胖子 我说我要三个月练出八块腹肌 这个事神仙也干不了 除了特别本来就很瘦的那些人可能有机会 对吧 那这个就是完全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了 又或者说我现在是身无氛围 我要在五年之内 或者说我要在一年之内成为亿万富豪 这种东西明显就是远远的超出能力范围和想象范围的事 就别去列了 相反说 我三个月或者说我半年 我要减肥十斤 那这个事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但这个事你不努力行吗 不行 你还是得花一些努力 对吧 花下很多苦功夫 你才能真正的减肥十斤 那么这个叫因量力而行 具体去做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自身状况 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我要减肥 那么我每天有多少时间去减肥 我现在体重多少 我的计划是多长时间减多少 而这个东西是否符合科学的规律 搞清楚 那么这些东西搞清楚了之后呢 去列计划的时候 难度要适中 同时呢 我列这个计划要做的这些事情任务的数量要适中 否则的话 你列总是列出无法完成的任务 那么这个这种任务列表 这个计划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相反 它在打击你的积极性上 让你产生自我怀疑上的效果 会非常非常好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所以呢 这个是第二大点 叫因量力而行 第三大点要循序渐进 我建议大家做计划的时候 最好分成 长短期目标 或者叫前期目标 中期目标 以及长期目标 这样子的一个三大阶段 那么上节课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如何制定自己的时间管理计划表 那个时候 我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制定的 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我们避免说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最困难的Hard模式 然后呢 导致计划完成的进展非常缓慢 或者说难度特别高 产生这种为难情绪 相当于是说 通过相对简单的短期目标 让我们培养完成计划的那种感觉 找到自我的信心 以及说进入到完成计划的那个状态 通过中期目标去攻克一些相对比较核心比较难的问题 通过长期的目标 让我们彻底的达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个叫要循序渐进 像说 比如说我现在英语 假如说我还一般大概高中水平 我如果突然列一个说 我要一年成为同身传译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如果我列一个说 短期目标 我要在一年之内先考过英语四级 中期目标 花两年时间考过六级和专业八级 同时词货量达到多少 口语达到多少 是可以的 长期目标 是我用五年时间 甚至八年时间成为一个优秀的同身传译 那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一个叫虚主次分明 我们去制定计划的时候 尽可能把能考虑到的要素和要完成的任务 都列到自己的计划表 这个是对的 但是这里千万要记住 绝对不可以平均主义 什么叫平均主义啊 就是我们列出来的任务 你认为都要完成 这其实是错的 任务和任务之间 早在前面很多节课 我就不断提醒 它的优先级和重要程度 都是有区分的 那么我的计划表中 可以按照一到五星 对重要程度和优先级去划分 比如说重要度最重要的打个五星 优先度最优先的打个五星等等 去做重要度区分和优先度区分 举个例子来说 我的计划表中 可能是我的一个整体计划表中 要完成领导安排的某个任务 以及要外出旅行一次 都是我计划表的内容 但显然可能前者 在我心目中是更重要的 可能我给他打了四星 后者可能我打了两星或者三星 有的时候就会面临矛盾 比如意外因素 导致我的时间不够了 完成了任务就没法旅行 旅行了就没法完成任务 这个时候解决说 当有病故发生 我没法完成全部任务的时候 哪些要完成 哪些不能完成 我就必须得舍弃 优先度解决的是说 同一时间我要干几件事的时候 我到底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这个叫需主次分明 我们再来看 以主备结合 主是指的主方案 备是指的备用方案 前面的一个大原则 我也给大家说过 就是面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就要做好计划失败的打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打算呢 就是除了制定优先执行的 比较和理想的A方案之外 最好说我还要制定一个备用的 也就是次优结果的B方案 当达不到最优结果的时候 我们还要尽量去完成次优的方案 举个例子来说 我是一个高三的学生 我的成绩在年级中排行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我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 我在半年后的高考 我要考好的成绩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这个是我的A方案 我接下来的所有学习任务的安排 都是围绕着A方案去制定 但是绝对不能只有A方案 我还必须得有一个备用方案 比如说如果考不上清华大学 我要选一个 比如我要考上我喜欢的本地的广州大学 这个是我的B方案 那么要A加B 最少是A加B 如果甚至特别特别重要的是 你甚至有A加B加C 这时候制定主方案和备用方案的时候 要记住千万不能说A方案和B方案 它的依赖条件都是几乎相同的 比如说依赖同样的外部条件 或者依赖同样的某一个关键人物 绝对不能这样做 最好区分开 因为如果他们的依赖条件太雷同的话 A方案失败 往往B方案也就失败了 那这样子你的B方案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对吧 举个例子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是A方案 然后呢 我的B方案 如果说我要考上北京大学 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主辈方案 因为如果我考不上清华大学 往往也意味着 我考不上北京大学 他们依赖的外部条件 就是我的高考总分 往往是差不多相同的 那么这样子 我就给大家列出来 说一个好的计划表 必须符合的五个标准 以后呢 但凡我们去做计划表 做出它来之后呢 应该一条一条的去对照上述的标准 看看是否符合 最好全部符合 那么你这个计划表 就是一个实操性比较强的计划表 当然这里也提醒大家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计划表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按照这么严格的标准去衡量了 这样子 会把你累死 因为按照这五个标准去制定计划表 本身也是比较费神的一件事 那么这样子就把五个标准都给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进入下一部分 了解了这五个标准之后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我应该去如何制定出一份好的计划表呢 下面我一步一步把这个步骤给大家介绍一遍 结合一些实际的例子 方便大家的理解 第一步 确定你的目标 任何我们去制定任何计划 都是为了实现达到某些目标 对吧 所以任何时候制定目标的第一步 肯定是确定方案 确定不是 确定目标 那么确定你的目标 就是把你想最终达到的效果 一个一个的列出来 在这个时候列目标啊 就不要去犯前面我提醒的一个错误 往往我们都只会把我最一厢情业 希望达到的这个最优的目标给列出来 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时候除了列出最优目标之外 我还应该列出次优目标 这个次优目标就是指可能效果没有最优目标那么好 但还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而且我的实现的概率会更高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要列最优目标同时也要列次优目标 那么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梳理你的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可能有很多 像能力资源 也就是说你现在具备的和实现目标相关的能力 那我如果制定说减肥目标 那我现在的体重多少 我有多少 对吧 我自控力如何 然后呢 我的运动能力如何 我懂不懂跑步 我懂不懂减肥的很多知识 这些都是能力资源 金钱资源就是说假设实现这个目标要不要消耗金钱 如果要大概要多少 而现在我有什么资源 包括像时间资源 人脉资源等等 那么根据目标的不同可能需要的资源也不同 所以梳理资源 重点是梳理和实现目标有关的那些资源 先一条一条把它们都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叫规划你的路径 怎么规划路径呢 分析现有状况 所谓的现有状况 也就是我的所有的资源情况 和目标相关的实际状况 对吧 这个是现有状况 列明目标状况 也就是第一步梳理出来的最优目标和次优目标 然后我们要分析 根据现有状况 如何去达到目标状况 然后呢 最好简单的分成三个阶段 去达到这个目标 去设计出实现的大概路径出来 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比如说 假设我对现在火热的自媒体特别感兴趣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利用一年时间成为月入过万的自媒体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去 制定路径 怎么制定呢 首先我是要分析 现有的状况 那自媒体最核心的可能是写作能力 我现在的写作能力是怎么样 我可能已经开了一个公众号了 大概有多少粉丝 对吧 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自媒体 我还要去了解 我掌握了多少自媒体运营的 比如如何增加粉丝啊 如何推塑造自己的品牌 这方面的技能 我掌握了多少 另一目标状况 就是我要先去琢磨说 月入过万自媒体 到底怎么样才能月入过万 那比如说一个十万粉丝的自媒体 他接一条广告 假设广告假设是两千块钱 那么他要接五条广告 那么我可能就是我要达到粉丝十万 然后呢我还要有一些广告商的资源 确保我一个月能接到五条广告等等 这个就叫列明目标状况 当然如果说我还有自己的一些收费社群 一些收费课的话 可能目标状况就是 我如果粉丝 活跃度比较高的粉丝有五万 然后我认识三五家长期合作的广告商 同时我有一个自己的优质的收费课程 可能我基本上就能月入过万了 那么这个是目标状况 我受理清楚了 然后我就分析需要的资源了 怎么样才能达到五万的粉丝 在一年之内呢 可能我每天最少要花两个到三个小时 在这件事情上 比如写作我花两个小时 同时还有一个小时我还要去运营它 以及和维护好粉丝 那么还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要策划我的课程 要结交一些广告商的人脉和自媒体的朋友 可以增加我的知名度和粉丝等等 全部列出来 然后我才去制定实现的路径 比如第一阶段是三个月 我首先把我写作能够达到 每天写出一篇 只连还不错的文章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粉丝初步达到一万 对吧 然后第二个阶段可能是说 我能够初步有一些 去做我的一些课程 大杠列出来写竹子稿 然后去尝试录制 去优化它 同时招募一些成员 比较低的价格 让它成为你的课程的学员 去做内测 去打磨这个课程 那第三个阶段 可能是说我粉丝达到了五万 开始有比较稳定的广告 同时我的这个课 开始比较大规模的销售 这个叫大概制定的一个 实现路径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实际案例 相信讲完这个案例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怎么规划自己的路径 我们就会相对比较清楚了 清楚了之后 第四步叫细化三大阶段的 任务列表 短期任务 中期任务 长期任务 那短期 比如说是三个月 我的小目标是达到粉丝一万 我现在可能是粉丝三千 同时我要每天 能够稳定写作一篇东西 一篇文章 那么短期这三个月 我每天干什么 对吧 大概需要做到哪些事情 我要把这个清单列出来 同样的道理 中期和长期 我都要把它给列出来 这个是第四步干的事 第五步叫拆分任务 那前面可能列出来 很多很多的任务 我要去做分类和拆分 把我们的任务分成周期性 一次性和突击性的任务 周期性的任务 就是指可能每天都要做 或者每两天都要做的 比如说 做自媒体 我要每天写一篇文章 这个叫周期性的任务 一次性的任务 比如说我要去搞定某个广告商 是一次性的任务 突击性的任务 可能就是说 我比如说花两周时间 密集的工作 把我的这个课程给制定出来 那么拆分之后 处理习惯是不一样的 周期性的事情 我们要培养定期做它的习惯 一次性的事情 如果要做的时候 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突击性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也是提前做好准备 真的要突击的时候 要能够迅速提升状态 那么这种培养习惯 做好准备和提升状态的方法 在前面课程已经非常详细 给大家说了 这个时候只不过把那些方法 和现在我要完成的具体任务 给挂勾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划分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六步 安排你的时间表 周期性的东西 安排在每日的固定时间块进行 然后呢 一次性的东西 或者说学习资料的一些梳理 可能安排在一些 无规律的碎片时间去搞定 那么突击性的事情 要是提前规划好连续的 比如说一周两周的 一个整段的时间块 同时尽可能做到 和其他周期性的事情 不冲突 那这样子就细化为 我每天要干什么 以及碎片化时间我要做什么 以及某些特定的日期 我要做什么 它就非常明晰了 对吧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在整个过程中 还有第七步就是 善用前面课程 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多工具 纸笔啊 日历软件 奇妙清单 种子习惯等等 来减轻你大脑的负担 提高你完成这些 任务的一个效率和效果 那么第八步 就是还是要给它设计奖励体系 给你的这个计划表 那么奖励体系 前面专门有课程讲过 分成完成性激励和积分性奖励 完成性奖励就是指达到阶段性的目标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奖励自己 积分性的奖励就是比如说周期性 每天写一篇文章 你可以设定积分 每写一篇坚持 那么我就积两分 可能积到一百分 我就给自己奖励什么 通过积分的方式来给自己奖励 认可性奖励呢 是指是说当我们完成自己目标之后 可以适当的在朋友圈炫一下 或完成了之后 注意不是在做的时候 那么得到他人的表扬和认可 又或者说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群体 大家一起去互相鼓励 那如果我定期总是能够准时完成 别人也会认可你 那么让你在精神上得到一个比较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认可的需要 认可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么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奖励体系 这样子我们叫八步 通过八个步骤 我们就能够围绕着自己设定的目标 去制定出一个非常 执行性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表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 同样的道理 大家还是要有A计划和B计划 大家记住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些其他建议 像刚刚说的 如果这个目标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目标 尽可能找到组织 大家去抱团成长 同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自己是搞不定 或者就算能搞定也很浪费时间的 尽可能找到一些比你厉害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可太依赖外部的老师 通过像搜索引擎 问答网站和查找专业书籍等等方式 去提高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就算如此 一直强调着 我们还要做好失败的准备 坦然去面对客观性的失败 但是要努力避免主观因素的失败 那么这样子 这节课关于说如何制定计划表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是小作业 小作业非常简单 为自己定一个目标 可能是半年或者一年的这个目标 围绕着这个目标去制定 实现目标的计划表 并且开始去实施它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